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尽力于瓜果架下 会听到牛郎之女的默默情话 那么古老的星光 恒久的爱情 穿越数千年的时光 飞越数光年的距离 打动我们的是牛郎之女一年一次的血桥重逢 还是三百多天的隔阂守望 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陪同我们一起与时间逆行 开始这场千古经典爱情的浪漫之旅 前些年啊 我记得有首流行歌曲叫《童话》 其中有句歌词 是说 从你说爱我以后 我的天空啊 星星都亮了 我觉得这词用在牛郎之女的故事里头 最贴切了 为什么呢 从他们俩相爱 尤其是从湖边奇特的相遇之后 至少牛郎的天空 星星都亮了 为什么 星星撞地球了 星星来地球了 只剩女星来到地球了 而且一留下来就不走了 但是童话里还有句歌词 叫做童话都是骗人的 因为童话到最后总是说 从此王子和公主永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王子公主不过是童话主人公的代言 这个男女主人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是不是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而且还是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们不得而知 尤其是当我们年岁竹针 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之后 很多人就渐渐地不再相信这样的故事结局了 因为不要说再童话了 就连在神话里的都很难做到 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是一个名证 当然了 首先在这些传统的故事情节里面 男女主人公经历一段的磨难 结合之后会过上一段时间的幸福生活 比如说牛郎和织女 他们在湖边相遇之后 开始过上人间生活 来到牛郎的村子里头安居下来 这个生活一定是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听织女自己心里唱 我闻天上万万万也 谁来得逃过我 牛郎过我 我闻离别老风树 这是黄梅戏中著名的一段唱 这一段题目就叫到底人间欢乐多 最有名的就是黄梅戏的艺术大师 严凤英他所扮演的织女唱的非常有名 细看织女的这段唱词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心声 和我们前面讲过田坤伦 毛衣女中的那些天女 被逼无奈的天女 是绝对不一样的 你看他唱的 叫我问天上弯弯月 谁能好过我牛郎歌 那就是没人能好过我牛郎歌 这叫什么 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 没有人比我牛郎歌更好 这是一种典型的恋人心态 然后我问离别老风树 几层见似我娇儿花两朵 这是什么 谁能比我们家的孩子更好啊 交代了一个重要信息了 织女来到人间之后 和牛郎欲友一儿一女 这个时候交代是为人母的快乐 前面是为人妻 这是为人母 这是什么 这是幸福的家庭生活 做妻子的快乐 做母亲的快乐 这不是幸福的家庭生活 但是接下来还没完 织女还唱了要给人晒歌 对吧 还有香林送来的瓜果 为一闻花夕阳心也醉 尝一尝心过 人头修过 一天相遇门 闻闻闻闻之心日 参一堂花热 迎出火落 我比草莓唱作 罗氏还错过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织女不仅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还拥有幸福的社会生活 这是和香林们在一起的生活了 那么幸福的家庭生活是因为牛郎织女拥有真正的爱情 夫妻相爱 那么幸福的社会生活又怎么来的 说明织女不仅融入了牛郎的家庭生活 还融入了牛郎所在的这个村子 所在的这个地方 社会生活 所以民间传说里头就很多提到 织女为人间带来的 所以叫织女带来了纺织文化 比如说现在的湘西啊 贵东一带的民间传说里头 还认为织女是最早为人间带来纺织文化的女生 这个像湘西和贵东一带的民间传说里就说 织女随身带了一种虫子 那种虫子因为是从天上带来的嘛 所以叫天虫 这个天虫很挑剔 只吃一种叫桑树的叶子 只吃桑叶 然后很奇怪 吃完桑树叶子之后就能吐丝解解 然后织女就会用这种丝和解 织出人类从未见过的漂亮的衣服 最最难能可贵的是织女 把这么重大的知识产权 无私的拿出来奉献给所有人 教会大家重商 然后纺织包括纺织的技术 无私的奉献给大家 所以织女对人类生活是有巨大贡献 所以人们都很爱戴她 所以她才不仅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还拥有幸福的社会生活 社会角色也非常成功 当然说到这 岔开来解释一下 正史里头一般认为 你比如说像十地五地本纪 他就说从皇帝的时候 就已经存化鸟兽丛鹅 有学者就认为这个丛鹅里头 自然就包括那个天虫 天虫是什么 你看那个天虫怎么写的 天虫就是蚕 蚕就这么来的 有学者就认为 根据史记的说法就认为 皇帝的正妃 西陵氏之女 叫雷祖 是最早开辟了中国私之文化之神 也就是禅神 说这种禅是他饲养出来的 但是在民间传说里 大多数还是认为 私之文化禅 是由之女开创 所以之女受到人们的爱戴 那么社会决策这么成功 她和牛郎的家庭生活又那么幸福又那么美满 所以这个阎凤英老师还有一段著名的唱 描写他们平常的生活场景 树上的鸟儿全双飞 沐水青山 带西傲宴 风景不再首马路 沐起霜霜 把家还 你的天来 我只不 我只要水来 你只要用 这段言凤英老师著名的唱段 夫妻双双把家还 实在是太有名了 后来拍成电影 这个传唱大江南北 现在K歌房里好多人还在唱这首歌 这段唱最典型的描写了 男跟女之的幸福生活 但是 但是 董系的朋友肯定这时候要急言 打坐 丽老师 您讲的这是牛郎织女吗 这是天仙配好不好 这明明是董勇和织女 和牛郎织女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别说我 差戏 你到街上去问问 十个人 七个人 十个人里头有七个人都会反问 那七千女不就是织女吗 那董勇七千女不就是牛郎织女吗 你不信上街去问 我这真不是信口开河 我曾经带着学生 在这个街头做过抽样问卷 随机调查 甚至更多的人认为 这个七千女就是织女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 这两个故事 牛郎织女和董勇和七千女的故事 到底有没有区别 那七千女是不是就是织女呢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 但说老实话 全肯定全否定都不对 这个答案是两个故事确实有区别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故事 但是七千女确实就是织女 在牛郎织女的故事里 织女善织 她在天庭的工作 就是用一种神奇的丝 在织布机上织出变化不同色彩的 美丽的云锦天衣 而在天仙佩的故事中 七千女也善织 她为了替董勇赎身 十天织出了一百匹布 如果说天仙佩中的七千女就是织女 那么同一个织女 怎么能先嫁给牛郎 后又嫁给董勇呢 请继续收看 千古爱情之相聚在星空下 首先这就要来细说一下 这个天仙佩的故事 这个天仙佩也是黄梅戏的名剧 后来被拍成电影 我说过了 影响非常大 但这个都是建国之后的事情 作为一出老剧目 之前她的名字叫七千女下凡 清代的地方系里叫什么呢 叫怀音别或者是百日元 明代的传奇里头 这个系叫知景记 记载宋元画本的清平三堂画本里头 把这个故事称为董勇玉仙记 最早记载这个故事的魏晋的 他自己就说我就是知女 牛郎知女里面的那个故事毫无疑问 就是知女 所以一直到这个清平三堂画本里头 七千女下凡的时间 还是每年农历的七月七日 那就是知女下凡的时间 所以也证明 一直到清平三堂画本 这个知女和 那个牛郎知女里的知女 没区别 同一个人 七千女是后来的称呼 他原来就是知女 那么这个知女 遇到董勇的这个知女 或者说董勇家的知女 和牛郎家的知女 虽然是一个人啊 但是有没有区别呢 有什么区别 人物性格区别很大 遇到董勇的这个知女啊 是一个另类的知女 怎么说呢 牛郎知女里那个知女是很温婉的 我们来看看董勇的 董勇他们家的知女 最早记载这个故事的 这个周辰记的 里面汉董勇的故事里说 董勇 一个年轻小伙子 正在赶路 知女从路边出现 两人初次见面 知女拦住董勇说的第一句话 是什么呢 愿为子妻 翻译过来就是 我愿做你老婆 第一句话啊 这个表白不可谓不直接 不可谓不大胆 比直白还要直白 就是啊 愿为子妻 愿为你老婆 董勇怎么回答 你要是董勇你怎么回答 对不对 那有人说天上掉一仙女下来 那高兴坏了 愿为子妻 董勇回答 愿为薄牙 是吧 我的脑筋脊爪弯 子妻薄牙 那知音 但董勇比较纯朴 比较善良 所以董勇一开始的表现 不是惊喜涌上心头 而是害羞的要落荒而逃 这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情节 就已经进入清平三堂画本了 画本里就把它这一段 《搜尘记》记载得很简单 然后画本里就充分演绎开了 所以董勇当时公公总回答说 娘子请便 小人告辞 这个肯定是闲的没事 拿我穷开心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 天上掉馅饼就没听说过 天上掉老婆呢 更没听说过 而且是神仙姐姐这样 这么漂亮 织女是神仙嘛 神仙姐姐多漂亮是不是 可见董勇这个小伙子 为人的品质还是不错 连天上掉的神仙老婆都不要 路不时宜嘛 金子不解 钱不解 老婆也不解 但是紧接着 子女当时一伸手 站住不许走 为什么 这是天注定的因缘 实话跟你说 这是天地决定 让我下凡 给你匹配 这个是董勇一听 天注定的 牛郎一听 天注定的 就是天最大 来吧 是不是 可见董勇到这个时候 比牛郎的品质还要好 即使天注定的 但是咱们俩荒交野外的 是不是 公男寡女的 因为没人 这事怎么成呢 子女说 这还不好办 一跺脚 出来 子女说 便养怀树为眉 乖乖你听 有花为眉的 你听说过 有树为眉的 子女一跺脚 怀树精 蹭得也要跳出来 看那个董勇 油油油油的 赶忙劝 是的 真有这事 真有这事 是天注定 你说没人 我来当没人 这个时候 怀树精 就相当于网民 在那里错祸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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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然后董勇 看到这个情况 还是 你看 既然是天注定 然后又又没人 怀树精都跳出来了 但是董勇到这个时候 还是怎么样 话本里记载说 董勇到这时 还是再次推却 不是再三推却 再次推却 还是翻来覆去的 推辞 不可能 这一下 姐姐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神仙姐姐火了 子女火了 子女怒道 非奴自贱 因见大官人 是个大孝之人 故此情愿为妻 一道反意推却 岂不问古人云 有缘千里能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此意是缘分 何必生意 神仙姐姐都火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 这命令都注定了 还不相信 何必生意 尤其开始说 非奴自贱 不是我这么轻浮 是不是 是因为天注定 天最大 天注定的 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我都愿意嫁你 是不是 你有什么好挑的 是吧 姐姐惹火了 到这个时候 董勇一看 神仙姐姐发火了 后果很严重 最终才 无可奈何 只得 结为夫妇 看了这个 清平三堂画本里头的演绎 我觉得很搞笑 这一段 尤其觉得很传神 也很搞笑 这个 我们大多数人 都会觉得 这个很奇怪 第一 这个董勇 至于这么木呢 是不是 你看人家牛郎 老黄牛说是天注定 让他去偷衣服 他就去了 是不是 多听话 至少体现了 他内心 对这种生活 有一种 强烈的向往 董勇 到这个份上 才 无可奈何 结为夫妇 我们说 有那么木讷的董勇吗 我要问他 但是反过来 又要问了 有那么超级女生的织女吗 是吧 有这么野蛮的织女吗 我们听说过 王老虎抢亲的 你有听说过 七仙女抢婚的吗 还真有 有一种女朋友 叫 我的野蛮女友 这个时候的织女 就是这样 但是文化说回头 虽然织女求爱的这个过程 表现得好像很离谱 但是他和汉代的那个传说 精神本质上 是一脉相承的 织女主动追求董勇 他放着一个天上的神仙姐姐不做 为什么要死去白裂的 拦路求婚呢 在牛郎织女的故事里 忠厚的牛郎 是在老黄牛的绑住下 才和织女喜切连礼的 但在天仙佩的故事里 却是织女下凡 主动追求董勇的 同样都是下到凡间的织女 为什么一个那么温婉 另一个却这么野蛮呢 请继续收看 千古爱情之相聚在星空下 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仅交代了 两个织女性格区别的原因 而且还是这两个故事 区别的最大关键所在 最早交代董勇与七仙女的故事的 应该是三国时期 曹植的灵芝片 他写的是东汉的故事 其中写到董勇的事迹 是这么说的 董勇遭家贫 父老财无疑 举甲以供养 用作治肝肥 在家田门治 不知何用归 天灵感治德 神女未禀机 请注意啊 这里头总共是八句话 总共提供了五大类的信息 第一个 董勇家里很穷 第二个 董勇至孝 就是他非常孝顺 第三 董勇用作 用作就是到人家去做用人 第四个 感动了天灵 感天动地了 第五个 神女住之 就是神女下凡来帮助她 通过织布来帮助她 你看在这个故事里头啊 这个织女的出现 基本上是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才出现 也就是说 在这个故事里头 织女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呢 或者说 在三国朝职所写的灵芝片里头 更看重的是什么呢 是织女和董勇的相遇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吗 不是 更看重的是前面董勇的表现 从家里很穷 然后他至孝 怎么至孝呢 回到民间传说里头演绎了这段故事 董勇的父亲死了 作为一个孝子 家里又穷 古代是一种丧葬文化 入土为安 这是大事 董勇没有钱啊 没有办法体面的安葬父亲 怎么办 卖身丈夫 把自己卖身到妇原外的家里头 当地一个地主 姓妇 妇原外 然后卖身 然后妇原外给了他一笔钱 卖身的钱嘛 回家葬了这个父亲 安葬了父亲之后 卖过身了 欠过卖身 气了是不是 要遵守合同约定啊 所以这个董勇就回来到父原外家做奴隶 所以他连个一般人的时候都不如 他其实是一个卖身的奴隶啊 欠债 为了还债 卖身做的奴隶 所以叫董勇用作 去人家家做奴隶 返回父原外的家的这个路上 遇到了织女 这个男婚 然后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感动天灵了 最后派了织女来帮他 来帮他什么 来帮他俗身 所以你看啊 这个织女通过拦路求婚的方式 只是帮助 董勇 一个合理的借口 他找一个身份 他到人间来 所以这个重要的关键之处体现了我个人认为董勇和七仙女的故事 他本质上就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他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他是一个具有社会教化意义的证据 他是为了宣扬孝道 因为董勇至孝 感天动地 所以这个织女是在故事的最后才出现 而且出现是作为这个天地有正气 来弘扬董勇孝道的一个手段 一个方式而已 所以这是一出爱情剧吗 我觉得它既不是一出喜剧 也不是一出悲剧 它是一出证剧 它有社会教化意义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这出戏里头 它没有一个反面角色 为什么说它是证剧 我们一般都以为那个地主老财很坏 其实在 从这个甘宝收成记到清平三堂画本 甚至到明传奇清代戏曲里头 这个傅元外 卖身给傅家了 所以这个叫傅元外 其实他也不是个坏人 他反而是个善人 那个董勇祖度提出来要卖身丈夫的 他就给了他一笔钱 然后这个董勇回来做用作 到他家里为奴 这个织女就回来了帮 这个董勇俗生 这个傅元外没有一点不答应 他只是问织女有什么特长 织女说我擅长织布 然后这个傅元外就不相信 说你有多擅长织布 他说我十天能织一百匹布 古人织布多么不容易吧 你想想织女啊 管织布的女神呢 十天才织一百匹布 一天十匹布 夫元外不相信 怎么可能吹牛 你知道我看 你要能十天织一百匹布 那董勇呢 卖身的钱不用还了 卖身器我直接给他 然后织女就动用了神仙的法力 然后十天织了一百匹布 然后和董勇就怎么样 夫妻双双把家还了 就俗身回来了 当然这个清代戏曲里头讲的很有意思 就说这个槐树金啊 他跳出来做梅人的时候 结果他一激动 他做梅的时候喊错了 夫妻百年好和 他一喊 喊成了夫妻百日好和 所以百日之后 这个七仙女就要回天庭了 但是这时候后来 七仙女后来还为董勇 就这一百天的时间 还生了个孩子 后来还讲了清代戏曲 还讲夫妻外大善人 后来那个织女走了 剩下董勇 这个父子俩孤苦伶仃 然后夫妻外又把他们接回家来 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董勇 你看这故事里 哪有一反面角色 都是正面角色 所以彻头彻尾就是一正剧 就是一社会道德教化剧 所以到了天仙佩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情节 设计了反面角色 这个时候织女是私自下凡 来为董勇 到最后天地发现 他私自下凡之后 又把他捉回去 然后就把这个夫妻外 彻底变成了一个反面角色 然后就有了斗争 有了矛盾 这次剧就和历史上 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 董勇和七仙女就不一样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天仙佩的样子 所以之所以好多人 搞不清楚天仙佩和牛郎之女的故事 就是因为天仙佩成剧的时候 向牛郎之女学习了很多 包括他的情节模式 包括他的人物设计 所以好多人搞不清楚 然后这个之女和七仙女 就彻底后来就区分开了 认为人物性格也不一样 当然了 我刚才讲了 宫源清平三堂画本之前 他其实就是一个人 古人也有解决办法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织女 同时又是牛郎的老婆 又是董勇的老婆呢 到了这个唐代辩文的时候 就解释 其实织女心啊 不是有一个 天上织女心 织女心群 其实是有三个 三个织女心 对吧 你看 嫁给牛郎的是其中一个 嫁给董勇呢 是其中一个 你还有一个富裕子的 再到后来又说 织女心群也演绎成七个 那么这个 嫁给董勇的这个呢 就是最小的那个 小七 排第七的小七 所以叫七仙女 这样七仙女就渐渐的和织女 区别开来了 但其实 从故事的源流上来看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人 现在 我们可以从 织女和这个七仙女的混淆中 脱身而出了 我们可以说 这个董勇和七仙女的故事 是充分的借鉴了 牛郎织女的故事 才发展起来的 但是他宣扬 笑感天地的这个主题 我觉得还是远不如 牛郎织女的故事 那个爱情主题 来的纯粹自然 所以那段夫妻双双把家还 虽然是董勇故事里的唱段 但从内容和意境上来说 我个人觉得倒是更贴合 这个牛郎织女 两个人所体现的 男跟女之的那种幸福生活 但是幸福只是暂时的 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主人公会过上一段时间的 幸福生活 但要想永远过上幸福生活 那是很难很难的 这个情节模式 就是从牛郎织女的故事 开始奠基的 千古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 是我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 相传在每年农历七月初期的夜晚 就是织女与牛郎 雀桥相会之时 于是在百姓的生活中 有了七夕半月奇桥 遥望千牛之女星的习俗 在文人的笔下 有了心桥雀架 今年才见 想离情 离恨难穷的感慨 那么牛郎织女 这段凄美浪漫的千年神话 打动我们的 是牛郎织女 一年一度的相逢重聚 还是三百多个 日日夜夜的痴情等待呢 我们说过牛郎织女 作为最初的爱情传说 他民间传说的版本 是非常多的 但不论故事前面 发生发展高潮的版本 有多种多样 但到最后 都是感人的大结局 大多相同 说这个过了三年之后 织女不是为牛郎 生下一子一女吗 天地 这个史记里说织女 乃天地织女孙也 天地的孙女 天地发现 织女私自下凡 为什么三年之后才发现 天上一日 地上三年 一天之后 发现了织女放下凡 然后派天兵天将 把织女捉了回去 然后这时候 老黄牛 很牛的老黄牛 最后一次陷灵 然后他临终前 说自己反正要死了 祖父牛郎 扒下自己的皮 批在身上 我这样的话 你就拥有了我的法力 你就可以飞了 你就可以 飞上星星去找 来自星星的他去了 然后把我的两个牛角 变成两只箩筐 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 老黄牛 做完之后 就死了 然后退下他的皮 牛郎批在身上 然后他的两只牛角 变成两个箩筐 然后牛郎挑了个担子 挑着一双儿女 就去追 那些年 我们永远追不上的女孩 人家牛郎不一样 有老黄牛的帮助 追着追着就追上 眼看就追上 织女了 这时候王母娘娘急了 前面都没王母娘娘什么事 这时候他突然跳出来 羡慕嫉妒人家 这个羡慕嫉妒恨 嫉妒人家幸福生活 所以这时候 说王母娘娘看 牛郎快要追上 拔下头上的发簪 往后轻轻的一划 法力一道银河 把牛郎之女隔在两边 到这个时候 也有众多的演绎 有的是神仙 像这个 王母娘娘求情 也有说 王母娘娘动了 恻隐之心 隔开了两个相爱的人 但是我觉得 人间版的演绎最好 人间版特别有创意的 一个演绎是 有一种民间传说 说这个牛郎 眼看一条大河波浪宽 隔住了相个 相爱的两个人 对不对 感到很着急 很无奈 这时候牛郎的小女儿 那个聪明的小女儿 继承了聪明智慧的 织女的遗传基因的 那个小女儿 突然说 爸爸 我们把这个河咬干 不就可以过河 见到妈妈了吗 牛郎一听 哎呀对啊 这是个好主意 是不是 所以牛郎和两个孩子 就发挥了 渔公移山的精神 开始牛公移河 牛公瓦河咬河 所以你看那个女儿 还有一个神话传说 叫做精卫天海 这是一种伟大的 无畏精神 牛郎的女儿 也有这个精神 和精卫天海一样 然后 这个牛郎带着一双儿女 就开始咬这个天河 银河 说是王母娘娘一看害怕 怕他们把银河咬干 星辰暗淡无光 那责任大了 王母娘娘只好屈服 让他们每年可以见一次面 谁来帮助他们呢 这种见面是最喜庆的事 所以这时候喜鹊出现 他们要促成这段美好的姻缘 所以喜鹊们每年七月七 搭鹊桥 让牛郎织女 不仅夫妻俩 还有一家四人 团聚一次 那么这就要问了一个问题了 这到底是一出悲剧呢 还是一出喜剧 这肯定不是一出证据 我讲了董勇七仙女 那是一出证据 但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它到底是一出悲剧 还是一出喜剧 有些学者经常说 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戏剧 民间文化 包括文学作品里头 缺乏真正的悲剧 甚至有些学者说 除了一部喉咙梦 中国文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虽然是喜鹊搭桥 但是牛郎织女 虽然能够在最后 每年相逢一次 这一天看上去很喜庆 但是这样的喜庆 反正了一年中 剩下的364天 都是一种痛苦和煎熬 都是一种更深沉的无奈 和伤感 所以事实上 在这种煎熬和等待中 悲剧的美 我觉得得到了一种延伸和升华 这也使得 这种美丽的爱情传说历久弥新 历经数千年 仍能拨动我们心弦的 这关键原因所在 所以我个人 从来不同意 有些所者说 中国除了一个红楼梦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其实从牛郎之女的故事开始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至高的审美内涵 早就饱藏在这个千年的 民间传说里面了 只是我们民族的智慧 使得我们表现的 哀而不伤 甚至化悲痛为力量 化悲伤为渴望 所以每读牛郎之女的故事 我们就会收拾起伤感的心情 像秦少游赞美牛郎之女那样 深情的吟唱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期待朝朝暮暮 谢谢大家